在昆士兰省的东南部 有一个被称为花城的城市 图文八市 那里鲜花盛开 绿树眼映 整座城市就仿佛是一个大花园一样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还会举办特别盛大的花节狂欢大游行 现在我们要跟随主持人小棠 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花园城市的魅力 盛兰的大海是这里的地标 可爱的袋鼠 慵懒的考拉 是这里的守护小精灵 这里有最大最壮观的天然的海洋公园 还有美丽别样的节日等待着你哦 那这里是哪呢 这里就是澳洲了 对 现在小唐我呢 人就在澳洲了 享受着想逃都无处可挡的明媚阳光 在这样出行的好天气里 我怎么能在家里睡大觉呢 于是我决定 驱车去参加兔翁吧 每年一度的花车大游行哦 还等什么 一起来吧 一首耳同首选的名歌 闹出澳洲人 自由行响精神 连我这个白莱克都受感染了 开车上路去领行后 图翁吧 我来啦 图翁吧 是仅次于国都坎培拉的第二大内陆城市 位于高山之上的图翁吧 达到了海拔700公尺高领 因此开车上来会有坐飞机的感觉 也正因为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 图翁吧的土壤比领海更肥沃 能种出漂亮的花卉也是理所当然的啦 因此而获得了花园城市的美誉 经过去年突如袭来洪水的洗礼 今年的图翁吧花节嘉年华 反而更显娇艳与挺拔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位先生呢就是这个活动的主办人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信息 Gram可是为这个花节工作了38年咯 62年 the parade's been going As I said before It's the longest running type of it in Australia Why you want to work here? Oh well it's Toowoomba And you know we've got a beautiful city We're very much into the gardening And all that kind of thing So it's an opportunity to make this happen 他刚才就跟我们说 他是在这边工作了38年 而且呢他也是非常热情地在这边工作 把所有的快乐带给大家 Gram先生仿佛童话故事里 圣诞老人的化身 驾着迷路给图翁吧的城市 撒上了花的魔幻色彩 还等什么赶快跟我来 看看这漂亮的花车是怎么装饰出来的 现在啊这个参加油行的队伍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这条街从头到尾全是这种装饰的车 你看这一辆旁边都是面包做成的 看到没有 什么面包做出来的 那我一定要去瞧一瞧了 原来啊这位老伯伯是当地一家非常有名气的面包店老板哦 这次来参加游行 主要是打谢喜爱他面包的老顾客了 所以他现在是用那个浇水把这些那个面包粘起来 因为他来的途中掉了几个 现在正在补 这些面包都是伯伯亲手会烤出来的 把我这自作的面包贴在上面 Mers special 水 就不由的放在嘴里了 那小唐我也得要做一个特别的面包脚牌贴上去 作为纪念哦 小唐到此一游 谢谢 这又是什么 玉米 绿豆 小麦 挂起来就可以参加游行了吗 这也太简单了吧 其实啊 平时随处可见的这些古物可有大学问呢 这都是他们自己用天然能源做出来的 这边有一些这个稻草 还有这个风车 然后他们还用这个橘子来装饰 太好了 坐一会儿 歇一会儿 但近期矿业迅速的发展 也给农业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就是说不想要那个就是矿业进入他们这个地区 因为他们不想让这个矿业来污染他们自然的生态环境 不能再逗留了 还有很多漂亮的花车等着我们参观呢 瞧 这就是蓝精灵居住的小房子 是不是很可爱呀 刚才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啊 他们的主题就是当下最流行的这个蓝精灵 所以你看啊 这是蓝精灵住的房子 而且呢 它这个旁边呢 都是用蒸花来装饰的 这边是一个小阶梯 可以通到上边 我们去上去看一下 哇 你看 跟童话世界一样 然后这边是有一些小花呀 然后通向这个 蓝精灵 我们进去看一下 咦 我们的蓝精灵在哪呢 原来在这里 看着这个非常cute的眼睛 然后过一会儿呢 它会穿上这个蓝精灵的衣服 来扮演蓝精灵 不过我觉得这位更像蓝精灵 看着看看 戴着这个非常cute的眼镜 好 OK 要friend 好 在蓝精灵在蓝精灵的花花世界里 大朋友小朋友都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小藤我呢 好像一头钻进了时光隧道 来到小精灵 随处可见的童话世界 现在啊 这个大会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就会发一些粉笔啊 给这个小来参观游行的这小孩子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游行的道路两边画他们最喜欢最想要画的东西 你看啊 这些都是小孩子的劳动成果 特别可爱 看还有好多小孩子现在就是在画 我们去看一下 你就是超人 是吗 是吗 这是我刚画好的成品 看着自己的作品 小藤我呢 好像变成了小孩子 回到了天马行空的想象的世界 现在呢 游行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可以看到 好多游人呢 现在就已经找好自己各自的位置 在等候的游行的开始 应该是非常的激动 据主办方统计 这次观赏花节游行的游客呀 有15万人内 很多人驱车2到3个小时 从其他城市特别赶到这里 一度花节的热闹场景 观众朋友们 现在游行已经开始了 让我们赶快钻进去看一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游行的终点 然后所有的游行车呢 都会在这里集合 所有的人呢 也是在这里等候 来看最后的游行 他们游行的上面的那些花朵啊 都会来这边展卖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花节恐慌过后 游人呢 都会买一份小花当作纪念品 这样温暖的午后 伴随着令人心醉的花香 夕阳的金光 打在图翁吧的红色屋顶上 告诉游客 该回归花园本来的宁静咯 咪咪咪不舍的落日 染红了图翁吧的叶 小唐在这里要说再见了 如果您路过图翁吧 一定要去体验 这个童话般的五彩世界 好 观众朋友们 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